周杰伦婚后不行了 陈奕迅强这部被弱掉了与成庆、哈林 推出新歌《猴喜番》 获得男女老少喜爱 其中猴舞也受到许多人模仿 既周杰伦、周董、罗志祥、小猪、纳英跳过后 陈奕迅也接棒学技招 发现舞蹈需要足够的腰力 他更亏上一棒跳得不太好的周董 因为生太多腰不好 哈林更搞笑爆料周的病狂 哈林时日释出 一段影片 他教陈奕迅学几招喉舞 一小段需要微微把腰挺住 陈说 这个很需要腰力呀 他摸着哈林的腰 赞哈林哥的腰很好 看在场外的周董说 他不好 哈林帮腔解释 他、周董 有僵直性脊椎膀胱 还没说完话就被周打断 陈奕迅不断开枪 他、周董 结婚之后就是这样 两人合体亏周 哈林也说 他姐 婚前还可以 结婚后 奕迅生了两个 所以过了两年他又可以做这个 舞蹈 一直使用过度 搞笑的是 哈林提到今年再度有一个女儿 一旁的陈奕迅相当错卧 没更新到哈林再度当霸一事 急忙恭喜 哈林自嘲 这是老棒生猪 惊觉说错话赶紧说 也不是我生的啊 是老来的子 哈林慌了正脚说 有没有跟老没有关系的 成女啊 成在一旁笑道不停说 没有 有没有